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號,哇,動動動動,戰鼓雷動,雷動,動動動動 話說烏國已經反擊戰,反入俄境,嚇到三英戰女報被擊退 董卓,董、近平派出這個女袍,今下 中国大兵 长津俄 我不知道乌国的乌兵 为什么会有中国人在这个场地 007 烈士的后代 那个是在子子罗那些 国家有任务交给你 这位是赵锐 生于85年7月20日 直观重庆未婚 祖父是江崎氏 马克A就是靠这一局 抗日的地下工作者 父母已经退休了 撇对啊 真是当日人家 掌公怎么给这个毛毛搞定 就是因为这一场 Anyway 话说他自学生时代 九几年改革开放那些 就对三本一夫那些产生兴趣 阅读了大量的网络抗日小说 其后绝合 就是阅读小说是无助他读书的 那一听到有这个招募令 就即时奔赴 呃 圆蒙 结果啦 扣人 得人 就不在了 另外 又有他的fan 一口浓烈的北京口音 阿周面孔 那他有那些关羽张飞 就不在了 剩下一个留给 那些 是啊 历史上都是这样 关羽张飞那些 那这个是李建伟 顾庸兵 其他那些同袍呢 哇他都派了不少人去 又或者不知 怎样应征 被骗了上去那里 什么都好 认还是 又不是啦 因为法国呢 他的fan 是在那个山本一夫 很多那些 那 芝麻人会有一个是蘑菇的 然后呢 就常常 哎 那问题啦 当时呢 要说回抗日那些的话呢 就是共产 引这个 日本兵深入 祸水啊 西瘾 去保住这个 苏联啊 不要被 德国和日本 左右夹击 王和孝子啊 这样的时候 好像有点 乱啊 如果说他喜欢看那些神剧 然后呢 就上身 跟着想着去这个 镇地上面 不知道干什么 话说 入了富二思克 没多久之后呢 在X这个平台上面 那你说啦 Elon Musk呢 很多人就说 他比较上是 亲爱的 惊惊的嘛 那现在不是啊 这些都有被人看到 是吧 只有这个李建伟啊 叫做 运气几好啊 真的几好啊 因为你被孤算是好的了 而且啦 据民今次呢 你那些 僱傭兵呢 就是 如果对敌都还好 但是僱傭的话呢 是不受到 日内雅公约保护的 原来 所以 无论乌兵 怎样对他们呢 就是 我见乌兵都真是 挺人道啊 为什么这么人道呢 Anyway 另外两个 就没那么好彩 一个就叫刘洪伟的 是 刘明伟的 6月初 加入这个 俄佬 做了些简单的训练 7月31号呢 就被分配到 外籍人员 佔多数的 而那一队呢 是叫做 哇 欠阵营 这个突击队 一日之间 你又要乐观点 看 虽然一日之间 不在 就是人家信得你过 欺中你 找你去 最需要 防守的阵地 那结果他们都求人得人 这些 只能够试个字形容的 那有些又 衰的 就说呢 他们这样做 于是乎就不用 找钱咯 各样 那所以啊 如果你真的要 参加这些的时候呢 收足钱先 是到 你不排除 那嘛 中国那么大 有些可能就是 李克强话头 有6亿人 每个月的收入 少于1000元 那你不够花的时候 于是乎 一时间想不开 事件呢 可以说是 神来之不 原因 如果 乌国 他们能够 深入莫斯科的时候 那当然你都要 通知美国 等一下会和大家说的 影响就是 你深入敌震 于是乎 他是不可以 在自己场地 用一些 普京 核底 各样 那些东西 牵制住 这东西 突击是很重要的 老实说 想不到啊 这次虽然 灯灯就说 不关他事 他都不知道这些东西 可能有人 奥斯丁 那些是吧 那已经 一早已经准备好了 从何见得呢 就是说 华府呢 有个叫做 披萨指数的 那 前那个月 就已经是急升了 这个指数 可见真是 要做单大事 是吧 什么叫披萨指数呢 就是说公务员 你不得闲各样出街吃东西的话呢 车来车去好烦的嘛 你猜隔离那么多饭堂吗 那于是乎 就很多时候 会叫披萨吃的 有益吗 那披萨指数越高了 就证明越有大单东西 不过不知是什么 那很难预计的 因为最近 都有这个 侵侵和何锦丽 是吧 互相在这辩论 那些的 那都很多东西做的嘛 那你怎么知道哪一单呢 那但是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啊 哈 就一个几星期前 而已嘛 全球股市了 突然之间 急跌 五角大楼忙碌指数 也就是披萨指数 大升啊 咳咳咳 就是不知有没有关系啊 一早已经 Hedged了 对冲那些 知道有事要发生了 那介绍一下这个披萨指数啦 源自90年代初的 就看回这个 美国政府部门的加班状况 首次预测到呢 波斯湾啊 那时候多厉害啊 那扮不知道 最好的 媒体一致问的时候 都是 啊 美国政府布林肯各样 咳咳咳咳咳 不清楚啊 I don't know 无可奉告 这些官方式答案啊 哈 也都很合理啊 难道说了个 plan 给你听吗 那你想说什么呢 最好的外交降温就是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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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就必定要有一些成绩出来的 如果不是那怎么可以的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没用 你很简单的而已 拔一拔走的 现在一向都是的 绑住手脚 然后跟这个晶晶打 你是不是看不起啊 哈哈 几年了 见到什么了 喂本身想着你很厉害的 林井那些来的 好打得的 谁知道原来一个小小的国仔 你都收拾不了的 已经被人看穿了你的底牌了 有空就派梅德韦杰夫走出来 你信不信啊 入侵俄土 或者俄土 什么都好 我会动用到世界上最厉害的 武器霸王 这样的 不方不武器了 真是 没你这么好气 而最麻烦的就是 这些中国 或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固佣兵 你抓了他们都不知道怎么 又要公食公住各样 你做不出的嘛 扔转 难道他们又投放去前线那里吗 不过 留住他们都好的 基本饮食了 原因 你会令到 真是以鹅传鹅了 这次不过是俄罗斯的鹅 他们听到 原来那边是这样的 于是乎 就一个年一个年过去的了 是不是 以及 有一宗花水 对啊 就话说原来这个北溪二号 这个大战略来的真是 一号 定二号 什么都好 条管 早前就断了 书气的嘛 原因 已经知道原来 就真是由乌角那里策划 二点利益归于被告啦 那 必然的 你阿晶晶没理由搞到自己没气卖的 那问题 就是要将这个欧盟和晶晶呢 就是 那个connection 完全断开 那你欧盟都坏啊 是不是 本先啊 你就签了那个布达佩斯协议的嘛 自己不去honor自己签过的东西 那别人就帮帮下你咯 是不是 就是你没法怪人的 不是怎么样 让你一群一群的钱 这样送过去 这个鲸鲸手上 啊 那你们双手啊 都是full of blood的嘛 那不行的 是不是 那所以啦 就算阿鲸鲸在那里喊生晒 他没有point的 他喊几样东西啦 经常都 第一样东西 就是这样做已经构成这个挑衅的行为 那些 喂大佬啊 他已经 就是你踩了进去别人的四个州里了 你反而用这两个字啊 是降低了那个温度就真 是不是啊 还和你这么客气啊 更何况那条管 都不是说你自己地带那条管 是在其他欧盟地带那条管那里的嘛 那个范围嘛 那不算好什么 那加下啦 就更加是踩进去 负义思黑 那又怎样呢 阿鲸鲸又吵了 就说 干嘛全世界啊 任由这个乌角啊 这样做都行的 你要这样想 他当日都任由你这样做啦 对不对 那比较上少那些 谴责啊那些的 就说做不足那些呢 中国又一群群的那些银子啊 机器啊 不停送给他的的 又经由香港运了都不知多少东西了 油麻地那里嘛 那既然当初没用的时候啦 你干嘛期盼他现在突然之间这么有用啊 是不是这么说啊 不知道干嘛叫山晒 那我知啊 他都是纯粹呢 百牙痕的呢 原因啊 拖延一下嘛 拖到多久得多久 最重要就是这样东西啊 拖到门兵到 但是乌角啊都不惹小啊 首先 他们拖有能人 知道这个欧盟和俄老的关系 那啊 拖到去那个习念先 此其一也 有大战略观了这些叫 其二啦 在西北边这样做的时候 是破坏了这个京京啊 在乌冬的大计的 原本呢 就想着如何由东边挺进的嘛 所以啦 有人就说不是维艺救召不像什么 那些震懾效果啊 更厉害 我同意 是有震懾的效果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分散了那个兵力 这点就更加重要啊 就是这样啊 好今天讲到这里